上世纪90年代初 我国西北地区出现大量被拐卖的农村妇女 她们有着像花一样的年华 在改革开放的大火时光之中 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但有一些女孩的命运 却在这样的环境下 被践踏 她们有的是刚刚从校园 步入社会的应届毕业生 也有的是孩子的母亲 和刚走进婚中的新娘 无论是学历多么高的大学生 还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姑娘 从她们走进西北这个山窝开始 她们的命运就注定会被改型 这部电影完全是根据1999年 罗定大案改编而来 当初这部影片拍摄的途中 投资人处于某种压力 被迫撤出投资 若不是李扬导演 费尽全力自首资金 我们可能就不会看见这样一部 对照社会现实的影片 我们也不知道在那个年代 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而这部电影里面所有的演员 基本上都是本色出演 只有女主是找来的专业演员 在影片拍摄接近尾声的时候 甚至还有村民 直接的工作人员 能不能把女演员卖给她们 可想而知 她们已经疯狂到了什么程度 22岁的女大学生白雪梅 在找工作的途中 遇见了一对非常热情的男女 她们自称是采购中草药公司的员工 每去山区采购一次草药 就可以赚到八九百 回想一下 在九十年代 八百块钱是什么概念 我出生于九十年代 从我祭祀开始 我都是拿我父亲喝完的酒瓶子去消费 一块钱我都很少见过 而白雪梅找了一个月的工作 突然遇到这么大的诱惑 一下子就被金钱重逢了头脑 白雪梅跟随她们 乘坐了几个小时的蜿蜒山路 最终来到了这个穷乡屁壤山窝里面 一大群村民围着她站成了一圈 这时人贩子一找采药人的借口 把白雪梅一个人丢了下来 而白雪梅因为喝了他们的茶水 浑醉到了傍晚 等她醒来以后 所有村民都已经散去 只剩下一对老妇 和一个胡子拉擦的黄德桂 雪梅此时还不知道自己 已经被卖给了这户人家 直到老妇告诉她真相以后 她还没计时到 自己已经深陷被窝 她拼尽全力想要说服黄德桂 不认识他们 但是他们和人贩子早就串通好 这个村子里的媳妇 基本上都是人贩子输送进来的 黄德桂又怎么会不知道 她和人贩子没有关系呢 既然现在这种窗屋子已经被捅破了 他们索性就把白雪梅关进了房子里面 晚上黄德桂就准备进来 把生米煮成熟饭 但由于白雪梅积累的反抗 再加上黄德桂懦肉的性格 白雪梅最终躲过了这一劫 第二天 他们家就在村里举办了酒席 为了防止白雪梅在大气的日子里 大喊大闹 不过在酒席散去以后 黄德桂还是没胆子对她进来 第二天 黄德桂到村子里的小卖部 别人都挑感她 没有碰过雪梅 晚上到麻将屋 又被村里的叫说 去和习露睡觉 这次黄德桂鼓足了勇气 回到家里喝了一大口白酒 气势汹汹的走进了雪梅的房间 还没开始 又被雪梅给踹了出去 此时黄德桂的父母就躲在门外 首先是黄德桂的母亲走进房间 想要说服雪梅从了他们 之后黄德桂的父亲 就亲自下手按着雪梅 就在他们全家出洞时 雪梅再也没有反抗能力 来跟他们一家人周旋了 有人说山里人没有法律的意思 他们殊不知 在大清调戏良家妇女就是死罪 更不要说这种拐卖妇女的行径了 雪梅被黄德桂招踏了以后 她情绪开始低落 几天都没有进食过一口两食 黄德桂的母亲劝她吃饭 被雪梅破口大骂 黄德桂听见以后 便对她全脚相加 雪梅趁乱从他们家里跑了出去 没想到黄德桂吆喝一声 全村人都应声前来围堵 最后她遇到了村里的主任 想让主任为她主持公道 可是村里这么多被拐卖的妇女 如果主任有良心的话 她根本就不会出现在这里 雪梅被他们带回去以后 他们用铁链把她锁在了屋子里面 完全充当了黄德桂的发泄工具 这天红卫兵来村里受养猪税 虽然他们家已经把猪卖了 但还是要交猪头猪毛猪腿税 雪梅看到了外面有公家的人 他便开始敲打窗户 向公家求助 而公家给他的回应 就是不关他们的事 在这中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应 一眼就能望进一生的日子里 白雪梅选择结束了自己 当黄德桂发现他生命垂危的时候 眼看着自己大半辈子 骗来的老婆就要离他而去 他匆忙的跑到学校 向他的表弟借钱 在表弟的帮助下 他们把雪梅带到了镇上的医院 而医生却不慌不忙的 让他们先交钱才能救人 还好他们带了足够的资金 否则他能不能活下去 都是个未知的定数 他们把雪梅救回去以后 黄德桂的母亲 找来了跟他同样遭遇的陈姐 试图说服他安静下来 两个女孩安慰雪梅 等他自由以后 再想办法逃跑 现在想跑根本就不可能 雪梅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仿佛又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不这样下去又能怎么办呢 难道真的要去死吗 死了又对得起生他养他的父母吗 所以他暂时选择默认了这种生活 他开始吃饭 开始穿上黄德桂给他买的衣服 从此他就过上了 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 每天的生活就是喂猪 洗衣做饭 无论出门还是在家 黄德桂的母亲都是寸目不离 黄德桂的表弟是一个老师 他知道白雪梅是一个大学生 从医院回来以后 他把雪梅选不开 再执行短见 所以表弟时常会给他送来几本杂志 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过了几个月之后 他觉得现在他们对他放松的警惕 是到了该跑的时候了 这天他在河边洗衣后 想跟他同样遭遇 在这里待了久一点的陈姐 咨询了一下淘宝路线 当他几天后再到河边洗衣服时 和陈姐做了一个简单的告别 并约定如果他跑出去的话 会通知陈姐的家人来引渡他 白雪梅瞅准了时机 以杀尿的借口向深山跑去 中间陈姐帮他争取了一点时间 但很快事情就已经暴露 黄德桂和腾村的几个人 开车顺着他逃跑的路线搜寻 雪梅在山里跑了几个钟头 终于看见了一条通往镇上的公路 可是因为他身上没有带钱 司机都不愿意载他 他就这样顺着公路往镇子上走 而黄德桂一行人 在山里没有找到白雪梅的踪迹 他们也开始往镇子上去 雪梅的两条腿 哪能跑过三个人的汽车 最后被黄德桂带人追了上来 回到村里以后 黄德桂当着水舞人的面 很有可能他也会被打断一条腿 回去以后 他就被关在屋里断了吃喝 幸好他之前认了一个小弟弟 小弟弟经常偷偷地给他送几个鸡蛋 才让他没有忍受哀恶之苦 一段时间过去以后 表弟又给他送了一些杂志 表弟还说非常同情他的遭遇 白雪梅借着他说的话 希望表弟能帮他逃住这里 但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黄德桂父子就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又过了几天 雪梅写了一封信装在身上 等游递员从他门前经过的时候 他把信交给了游递员 但他却连有票的钱都没有 黄德桂看他和游递员谈话 也只是摇摇头 并没有阻止雪梅 此时西北的大地上 已经覆盖了一层白白的雪花 雪梅写了无数封信 却没有一封回信 他现在如果想逃跑 只有想别的办法 逃跑需要钱坐车 而他来这么长时间 黄德桂从来没有给过他一分钱 陈姐和其他几个女人 也都是跟他一样 就在他为钱发售的时候 表弟又给雪梅带了几本书来 我相信很多人都猜到了 他们会擦出一天火花 表弟慢慢地喜欢上了雪梅 雪梅想借助表弟逃出山窝 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 没过几天 表弟就以学校需要老师帮忙为友 把白月梅从黄德桂家里带了出去 之后两人就在学校的办公室里 确立了关系 从这以后 表弟一有机会就找雪梅亲热 而他当意把雪梅逃跑 却一直一拖再拖 在某一天晚上 村里举办了晚会 表弟又把雪梅带到了学校的办公室里 在两人亲热了以后 雪梅又问他什么时候可以逃跑 他却还是在找个体借口 花音未落 黄德桂就破门而住 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个程度 他们最后协商的结果 是黄德桂以前找他借的钱不要了 此事已勾销 表弟从此也离开了这个村子 而雪梅靠表弟逃跑的靠山也就此结束 此后黄德桂的母亲 再也不定让雪梅不放了 但雪梅逃跑的念头一直没有断过 逃跑需要钱 他在没有一点办法的情况下 和小外部的老板以40块钱的价格达成了交易 虽然这是可耻的交易 但他不这样做 他又到哪里弄到逃跑的经费呢 第二天早上 他趁着所有人都没起床的功夫 带着这靠尊严换来的几十块钱 又踏上了逃生之路 在他跑出去几分钟以后 黄德桂的母亲就发现雪梅不见了 随后黄德桂又和一行人往镇上赶去 雪梅走过了几里山路 翻过了几个山头 又看见了那条通往镇上的公路 这次他顺利的坐上了去往镇上的汽车 到镇上以后 他就直奔长途汽车站 坐上了一个最快去往县城的大巴 但车子刚刚启动 黄德桂和几个村民 就堵住了白雪梅所乘坐的大巴车 他带着哭枪 祈求大巴司机不要开门 大巴司机也是抱着多一次 不如少一次的态度 把黄德桂放了进来 当车上有人想要阻止他们 他们以家事为由恐吓别人 当他们遇到巡逻的警察 他们只是随便找了一个借口 就把公安蒙通过关 当然公安也没有多问 白雪梅回去以后 又继续写信向家里求助 虽然没有收到过一封回信 多少也会给他一次活下去的希望 转眼间又过了几个月 白雪梅已经怀上了黄家的骨肉 尽管她很不想要这个孩子 但面对这么大年纪的人 跪在自己面前 她又一次选择了妥协 在冬天即将落下帷幕的傍晚 白雪梅遇见了她曾经认了一个弟弟 本该在学校读书的孩子 却担起了大人该做了工作 经过雪梅询问 原来她是因为家里困难 交不上学费 白雪梅就提议 让她以后到他们家来读书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她的学生越来越多 她的肚子也慢慢地随着时间隆起 就在她的孩子即将诞生之前 他们村却发生了一件 丢弃女娃的事情 雪梅此刻也不得不担心 她肚子里的孩子是男是女 但无论事态发展到何种程度 白雪梅想要离开这里的欲望 始终都没有断过 在一次次期待和一次次绝望之中 白雪梅诞生了一个男娃 生完孩子的雪梅 也比以前苍老的许多 但她还是没有放弃 给家里人记性 或许是上天被她的坚持感动了 当黄德桂提着礼物 交给游地员 游地员亲手把雪梅的信件 交给黄德桂的时候 却被雪梅认了弟弟 在一旁看见了 弟弟趁着黄德桂还没回来之前 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雪梅 她知道真相以后 犹如晴天霹雳 在她崩溃之前 弟弟要去镇上 给她寄信的提议 把她从绝望之中拽了回来 要不然第二天雪梅手中的菜刀 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落下 在信念寄出去的几天里 雪梅再三确认 信念被寄出去了之后 白雪梅的父亲 终于带着他们老家的公安 找到了这里 公安和她父亲心急火燎地 让雪梅抓紧上车 雪梅却死指地拽着孩子不放 最终在公安和父亲的要求下 雪梅才松开了双手 就在他们上车以后 十万火急地想要离开村子 雪梅想到车刚开上路 从四面八方扑来的村民 就把路给封死了 说什么都不愿意放走白雪梅 说实话 如果我是这个女孩的父亲 我保不准在这个时候 就要释放失去女孩多年的怨气了 但我们总归要回到剧情 公安看着眼前的局势 只好先回到村委会协商 而主任的态度却是相当的傲慢 装强做事地训斥了两个公安 他就是名副其实的村民保护伞 公安实在没有办法 只好先让雪梅再忍耐几天 他们回四川都要掉一点人手 而雪梅的父亲为了救女孩 已经把家里所有的积蓄 都划在了这次邪灵下 他说什么也不愿意再离开女孩 就这样在公安走后 黄豆柜怕公安带人回来 他要把雪梅转移到别的地方 甚至当雪梅父亲的面前 对雪梅大把出手 他父亲为了阻止黄豆柜施暴 却被黄豆柜像疯了一样 按在地上暴打 旧父亲切的雪梅 最后把正义的审判之剑 落在了黄豆柜的头上 看完这个悲惨的故事之后 我不禁要问 既然被拐卖的妇女 无法从村子里面救出来 那杀了人的白雪梅 又能否被从村子里面抓住去呢 无论村子里是原始部落 还是现代文明 当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弱女子 大好的前途被毁于一旦 保障她的权利又在哪里 如果凶悍和无知 可以作为犯罪的本钱 那么我们还要法律干嘛 最后留下一个问题给大家 如果你是白雪梅 你能跑得出去吗 是你 你又怎么办呢 我是任美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